新冊院議員 通過姓平三法的修正案 將來會衝到立法院聚了 然後加重了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大概基本上就分成一般的騷擾 權勢的騷擾 還有那種很重大權勢的騷擾 你這什麼公司的老闆 學校的校長 部隊的部隊長 機關的首長 就更嚴重 加重其行二分之一 大概是這樣 不過《中國時報》 比較關切的是 師生能不能練 說禁止師生練 終身解聘有可能 現在這大學來講 要找個教職不容易 然後終身解聘 這個當然滿嚴重的 不過他說歐美 從80年以後 包括耶魯 哈佛 甚至牛津大學都禁止 很清楚就禁止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以前覺得 你師生練 你是搞自己的 後來就發覺有些 原來搞在一起 後來或是學生被欺負了 或是原來是情人的 後來分手了 學生去告學校 你學校為什麼用這個教授 你沒有告學校 學校也不怕 一告學校 學校怕死了 而且歐美那個法很重 學校想說 老師你不要給我找這麻煩 所以你不要給我搞師生練 通通不行 有的是比較嚴格的是說 不能發生性關係 你發生性關係你就有問題 有的是根本就連師生練 都不能發生 所以歐美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大概台灣覺得 現在台灣這個情況嚴重 因為學生對老師 總是有點如目之情 就老師很有學問 從美國拿到學位回來 長得還不錯等等 女學生都會去 所以這個時候老師 而且如果說我是你的指導教授 或是我是你的授課老師 你還掌握了他的學位 你還掌握他的功課 所以這就有詮釋關係了 來 你們這些當過老師的 都是大學教授 我剛才想到一些好玩的事情 以前我在淡江教書的時候 那時候張建邦 張先生 這個 張董事長 他有一天就在開會的時候 就講一句話 他說你們的老師們跟學生 還是要保持距離 如果你很喜歡哪個女學生的話 你就等他畢業以後 再去談戀愛就好了 現在想一想張建邦先生還真的 有遠見 但是沒有人性 這不能等的 火一旦燃起來 怎麼能夠等他畢業 對 真的 所以怎麼辦 你也教過書 我本來對姓平三法的虛證案 可能讓人好奇 到底虛個什麼結果 結果就是第25條 本來刑期有兩年 改回三年 還有申訴的企業往上演 其他我覺得對可能犯這個法的人 其實沒什麼克阻的作用 除了這個私生鏈以外 我的比較覺得奇怪的地方就是說 老師啟動的當然一定要禁止 我認為老師不應該啟動 去愛一個學生 如果你覺得說那個學生 我真的愛上了 我沒辦法 不可自保 我覺得你應該離職 你應該請辭 到別的學校區就好了 私底下沒人管得找你 但是我現在有問題的就是說 如果是學生啟動的 像馬克宏的case 馬克宏的case是學生啟動的 那他們修成正果 今天變成法國總理 總統 我跟你講像那個瓊瑤 瓊瑤的那個窗外 林青霞演的 17歲 那個也是私生鏈 所以如果是學生啟動的 老師感受到了 小的時候 他有意思 那你怎麼辦 不可以 理論上講 如果在美國現在的傳統 你不能去高發這個學生的 你不能給他的家長說 你好好管教一下 你女兒在愛我 不可以的 還有他的人權 那你要怎麼辦 你還是要自動辭職 還是這樣 因為是他愛我的 不是我要愛他的 他愛你可以不愛他 他愛你你不愛他就沒事 他愛你你愛他就有問題 他如果一直苦追不斷的話 那這個小孩子就變成根騷了 不是性騷就變成根騷 也有這種情況 但是問題就是未成年 我想如果你在教書 如果女學生愛上你 看你剛才講話口氣 你是對抗不了的 你是比較脆弱一點 我聽不懂你是什麼 你會被學生勾引去 你講什麼 好了 我這樣講好了 他前面的講法我是同意的 因為很多公司是禁止 同事談戀愛的 對不對 因為很麻煩 掉開到不一樣的部門 有的就fire掉 可以到不一樣的部門 他如果沒有那麼多部門 你就離職 他同事談戀愛很麻煩 成功當然很好 但如果不成功 彼此看得跟仇人一樣 同事在一個辦公室 而且本來比如說 我跟老沈說你加班 加到晚上 老沈一個人 兩個人就 你為什麼老是跟他加班 兩個人就聯合起來 對抗 所以後來很多人 又去外國公司 就說不能談戀愛 那怎麼辦 你說我非談不可 這人性你怎麼管我 離職就是了 天下之大為什麼一定要在這邊 你兩個有一個留在這裡 一個離職 所以他原來講的 我今天上午在廣播也這樣講 我說如果時辰一定要練 這是人性 他愛得要死你怎麼 那很簡單 老師離職就是了 老師離職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你到處都可以找 不是說非要在這邊教書不可 因為如果你說不行 我這個教職很重要 我怎麼能為一個女學生 我就離職 這個愛是假的 你哪有把這個愛 當成那麼重要 如果你真的愛到 愛到深處無怨由 那是我就離職就離職 我當然也沒關係 我大學一個德文老師 神父對不對 後來就跟一個學生談戀愛 神父 神父談戀愛 談戀愛以後 沒有 後來他就離開神職了 就離開神職了 還俗了 這就是你要做選擇 你不能通通要 我又要這個教職 我要跟學生談戀愛 天下好事都跟你佔據 有這種事嗎 那我請教你一下 主持人 我發現你這很有研究 如果說這個老師辭職 到另外一個 附近一個學校教書 他們可不可以繼續談戀愛 當然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他沒有權勢關係 他沒有指導他 也沒有給他打分數 我覺得就無所謂 其實在台灣 我們四個都教書 我到現在還在見個 師生練的不多 多嗎 不多 不多 至於我們認識的人 我是不會提人的名字 他論文指導的學生 學生畢業以後 繼續交往 後來修成正果 我其實說實在也是美談 但是你看 你說劍橋 這個 哈佛 耶路 他們這些學校為什麼要禁止 我在猜困擾比較多 對不對 當然這個問題真的是可以談 因為憲法上都沒有規定說 我什麼人跟什麼人不能談戀愛 對不對 那你這個不是違背憲法上 所相關的我的自由嗎 但是問題是 教育部會這樣子訂 我想也是參考了別的國家了 這個其實我是覺得談談就好了 該禁止也就禁止 免得不要有太多問題 我們看一下 想問你 他這個 他是那個 房思琦初戀樂園的作者 這是一户女作家林一涵 他的書 房思琦的初戀樂園 點到了全市師生練 現在政院新法明文禁止 前世性騷擾大概占了八成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抑制的重中之重 其中禁止失聲練 包含私下約會看電影 陳胡過於親密都可能觸法 校長和教職員最重可處終身解聘 草案將送立法院臨時會審議 最快八月上路 但也有學者認為高中以下學校有必要 可是大學都是成年人 大學生應該都是成年人的 所以相對來講 就是一定會比高中生再更成熟穩重一點 然後也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的確是需要一點管制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的管制到 連一些日常的行為都要處理到的話 好像有點太限制大學生的自主權了 顯然是兩難 不過《信品法》的通過 在野立委也贊同 考量到兒哨相關案件的特殊性 將稅數期從被害人成年後 又或者是有意願及能力 可以參與偵查及審判程序時 才開始起算 我們這一次在有關於申訴期的部分 也做了一些延長 那以權勢性騷擾的態樣 我們是以窒息事件起三年 各有各的版本 不要再有下一個防私歧視目標 問題是如何執行才是關鍵 因為耶魯哈佛他們這些 都是學校的內規 我們這次不一樣 他是性別平等是教育法 是在法律的層面 他就比較嚴重了 因為你法律的條文要清楚 你很多的規範的行為 他很難清楚 什麼叫做言辭輕膩也不行 然後什麼有什麼支持動作也不行 這個都很難界定的 你要列舉式的嗎 什麼樣叫做言辭輕膩 你像比如說我們英文常常寫 Dear什麼什麼 Dear不就是親愛的嗎 你這樣子的話 這樣是不是言辭輕膩 是不是就不能了 他大概不是 這很麻煩 他大概不是規範這個情況 他說如果違反專業倫理 那就更麻煩了 什麼叫專業倫理 就是你對學生言辭輕膩 就違反專業倫理 老師應該施責要傳到社會見貨 對不對 要很嚴肅 怎麼這麼親密 怎麼去看電影 怎麼要吃飯 對 為什麼看電影不行 專業倫理 還有四個字 看電影不行 對 為什麼看電影不行 因為私下吃飯不行 然後大佬剛才講的 那個更不行 什麼叫做誰發動主動 因為戀愛這種事情 你今天不管是學生主動 或者是說老師主動 你到後來去講究這個說 誰主動或是誰被動 沒有意義 它會發生問題 都是因為翻臉 翻臉了之後 它就會造成很多 很無盡的困擾 最大的麻煩就在於是說 你這個關係這樣子 定下去之後 我覺得不但他難以界定 難以懲罰之外 還有一個是說 我們也不要太小看這些學生了 不管男的還是女的 今天很多人 搞不好他是用盡的心機 他希望藉由這樣子的關係 來取得一些特殊的待遇 然後等到有一天 他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的時候 他如果報復 他如果這個 那老師多倒楣 而且你要怎麼去證實說 這樣子的這個情況 是他對我採取一些 主動的追求我拒絕 然後可是他卻假怨報復 我覺得這裡面有非常多的 灰色地帶 我不是站在說老師的角度 去揣測學生的心機 因為事實上在校園的這個關係裡面 的確你說像這些學校 大家採取的這個態度 是說你禁止談戀 它是有道理的 因為老師的關係上面 他對於你的不管是論文的升等 學業的成績 甚至於你未來工作的任用 他都有很大的決定的權利 這個上面是絕對不平等的 所以說去防止很明確的 比如說你說像耶魯 哈佛 他們就講得很明白 你不可以發生性關係 我覺得這樣就很明確了 這樣子就很明確了 而且即便是這樣子 很明確的關係 都還會扯不清楚 誰主動 誰被動了 更何況我們這樣模模糊糊的 這不是辦法 好不好 所以他們說恐怕成為 乃靖遠的分手復仇寶典 就是原來在一起 也沒有什麼誰詮釋 不誰詮釋 分手了 報復你 就是說他要性騷擾我 他要性侵我 可能會變成這樣 不過還是 就是當老師的 因為你是不對等的 還是要自治 自治 就是說除非真的是 非要愛不可 否則我確定還是不要 將來後患無窮 後患無窮的機會比較大 休息一下 教會 新北那個胃藥案 檢察官終於不起訴 九個人 院長老師都不起訴 第一個說也沒有把錄影機 把它監視器拆掉故意造假 他們說你把它拆掉 然後打學生 沒有這個事情 第二個也沒有亂胃藥 胃藥也沒有什麼 各種怪裡怪牽的 然後也沒有打學生 都沒有 所以就不起訴了 好了 那現在來了 我跟你講 侯友宜為了這個事情 民調起碼掉了 5到8個百分點 重傷 大家覺得說 你處理得不夠快 民進黨就每天 搞得好像不得了 所以現在老師 因為幼稚園老師是很辛苦的 因為小孩子很難戴的 你戴一個就很難戴 你戴那麼一般 那個老師是非常非常 辛苦的 幼教老師 小孩子也不懂事 現在這個生病 那個鬧了 閃得搞 然後所以他就說是政治抹黑 而且老師因為這個事情 所以被很多人去威脅 你知道現在社會 正義魔人很多 很多還把他幼稚園 前面去罵老師 還有死亡威脅他 你全家死光亡 你要死 你知道虐待小孩子 你還是個人嗎等等 所以他們就說 各自也曝光了 住哪裡 叫什麼名字 父親是誰 母親是誰 全民在公審他們 所以他們是要告 王婉瑜 王維鈞 希望以後政治人物 不要再造謠了 侯友宜就說賴清德 跟造謠者應負責 賴清德 你還是醫生 對不對 你還學公衛 然後你搞不清楚 在那邊亂講一通 彩虹藥 這個那個一大堆 所以這個 王婉瑜說 王洪維是抹黑他 我沒有抹黑他 而是你才政治操作 令人不恥 只需物有 離譜至極 這是王婉瑜講的 另外王維鈞說要提告 現在雙方要互告了 告你加重毀謗 王洪維是 這叫做惡人先告狀 然後陳焦華 這個也搶先王婉瑜 為魏耀案道歉 所以綠的有不同的意見 佑教師也說還要告 王婉瑜致歉說 如果誤傷無辜 願意一肩扛旗 賴清德沒有道歉 侯友宜說你要檢討負責 還不道歉 你自己帶頭搞這個事情 我們看一下 洪維委員透過這樣的方式 用一個子虛烏有的方式 來做污名化 被列明外線 新北魏耀案又失個資 王婉瑜凱律師 到北檢案林提告了 怒告王婉瑜是加重誹謗 還帶上政務 6月5號的記者會光碟片 我從來不承在記者會 社群平台又或者上 或者是在媒體上 揭露任何老師的名字 王婉瑜委員將這個事件 來做政治的操作 停止脫髒水這種文化 王婉瑜委員他不思改過 卻想要利用司法告訴 來做一個所謂的 模糊焦點 法院來認證你王婉瑜委員 你這段時間的行徑 這樣醜陋的面目 讓你醜態擺出 王婉瑜反控二人先告狀 因為當時一起開記者會的王維鈞 在臉書公佈 老實個資 包含姓氏英文名字所在班級 在文章最後還標註王婉瑜 讓王婉瑜怒批示選擇實意嗎 我想很多的文章其實都會tag我們 我們如何能夠去做每件文章來做了解 而不當而惡意的操作 兩邊隔空交鋒 但王維鈞在提告前 在臉書發聲明強調 過程中造成困擾 誤傷無辜 願意一肩扛起至上歉意 不過這個歉意比同黨立委 陳焦華來得慢 黨內嫌隙也讓王婉威抓到痛點 而同樣要道歉的 還有被新北市府點名的立委賴品瑜 指出6月4號的臉書發文是造謠言論 新北為要司法調查落幕 但政治工防裁正要開打 好 侯友宜說賴清德 你不道歉要檢討 民進黨團說你賴清德 有違總統候選人高度 叫我們道什麼歉 大人有大量 過了就過了 講什麼 然後侯友宜說 民眾的遠景是血量的 然後另外侯漢廷告賴清德 不過跟這無關 是告那個 因為賴清德說 如果說什麼服貿開放 會大陸人來搶工作 他們就來告他這個 說搶什麼工作 亂講 引通 老闆 怎麼看這事 我覺得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 如果集中在汪婉瑜 跟汪洪威身上 那我們就錯了 你想要汪婉瑜是誰 他小洞炮的媽媽 因為他的整個人生的經驗 他一定是秩序 他是一個受孽小孩的守護神 所以他對這樣的案子 反應比較重 比較快 理所當然 所以他們兩個去鬥這個事情 是旁知莫解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賴清德跟侯友宜的關係 今天我請問大家 如果這個幼兒園不在新北市 如果新北市的首長不是侯友宜 如果侯友宜沒有在選總統 如果賴清德只是副總統而已 他也沒有在選總統 如果賴清德只是一般人 而不是醫生 如果賴清德如果沒有在選總統 他會不會講這些話 所以我現在擔心的就是 不會 不會 都不會 所以我擔心的現在就是 替侯友宜叫不平的 這金小潮你應該有這個本事 去找出其中的矛盾 而把它發揚光大 為什麼 因為現在侯伴其實拿他沒辦法 他就說你道歉 你道歉 你不道歉 我告你加重毀謗 我跟你講這種事情 一過去的例子 結果就會說 這是政治人物或是政治評論員 可恕之公平的自由言論 是這樣 對不對 但是今天侯友宜 你剛才有講過 因為這個幼兒園威藥事件 他大概丟到起碼6個百分點 而這個6個百分點 一路下去回不來 因為大家很少人去想 說這個時候 這個整個過程 到底誰 冤枉的誰 到底誰是加重冤枉 到底誰是加重災害 沒有人管 下去就下去了 那這怎麼辦 所以這個如果倒過來 這個是民進黨受害者的話 他一定想辦法全部討回來 加倍奉還 但是國民黨這一點就不行了 所以國民黨回去好好想 這個讓他這樣躲過去 是有一點 來 志剛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賴清德很皮 因為他當時 基本上為了整個是定調 譬如說他兒童有戒斷症狀等等 戒斷症狀是什麼 就是你長期餵食 某一個藥物會出現一個反應 那你幫你這個 你這個界定之後 你後面的人就隨棍上了 包括戴尾三 這些包括賴品名等等 只要有一點點 他就把它擴大 造成那一段時間 老師跟家長 還有老師跟學生之間的 這個三角緊張關係 我們那邊又有接到投訴 幼稚園的投訴說 我到底現在要不要有攝影機 然後到底攝影機要放在哪裡 然後每個人是要是不是要登記 我就跟他說 你把每一個動作 你都把它拍下來 免得到時候出現 你都紛爭 所以我覺得這個破壞的 不僅僅是這個政治上的問題 我覺得破壞是 大家對道德跟互信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破壞掉就很難 就很難在彌補 然後你看有幼稚園老師 讓這幼稚圖帶這個 攝影機密錄器上學 去拍老師 老師這樣哭著 那這樣子一個社會風紀的混壞 賴靖德要不要對這個事情表達一些 自己要做一些反省 道歉 我覺得道歉都不夠 因為你看這些戴尾山 他們講了之後 現在還硬拗 還在硬拗 你換成國民黨的 後衛院長的立委 或國民黨的民代早就道歉了 所以這個硬拗的本事情 要讓大家大開眼界 從一點事情 然後帶風向整個轉過來 然後今天被查到之後 戴然死不到歉 事實上上個禮拜 兩個禮拜前 當那個板檢驗出的頭髮 是都OK的 沒讀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應該要道歉了 但偷偷讓他拖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後衛儀講 請大家要反省檢討 我覺得都有點不夠 來 俊兄 這件事情是對民進黨來講 是一個教訓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發動 特別像全黨去做主攻 主攻擊的這個案件 必須要詳加 查查 我在這件事情清楚之前 我就擔心會發生 今天的這種狀況 這是反刺 這個力量反回來很麻煩 沒有錯 侯友是受傷 民進黨也受傷 你說民進黨沒有受傷 民進黨是受傷 有限 那獲利的就是對不對 獲利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哪來的獲利 這件事情獲什麼利 相對來講 侯友被打架得很重 所以這個是一個教訓 後來 後面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在選舉上會碰到不一樣的 可能也是類似的這種情況 當然不是說就是衛藥案這種模式 都要詳加查查 特別是賴清德 他行政經歷是豐富的 他更要小心他的發言 除非是你相信這是事實 否則的話對他來講 就變成不能恢復 別人也沒有辦法幫你 來處理這件事 他今天如果沒有在選總統 他會不會講那些話 就是有 不會 就是會講 你講這個不是沒意義 他就是因為選總統 所以急 所以去講這些話 所以我才去提醒說要審慎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你國民黨怎麼利用這樣一個 司法調查的這個結果 這證明是一個烏龍事件 那你民進黨攻擊 不是只有賴清德本人 你有這麼多立法委員 這裡面好幾個 還是要選立委的人 你國民黨如何 好好把這些資料整理一下 然後看怎麼樣去運用它 你知道全台灣光講最直接的 幼稚園的這些老師們 跟他們的家長們 這個相關的這個產業 這加起來人數相當多 幼稚園老師其實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這些國民黨好好去發揮 他會站在你這一邊 不過整個來講 剛剛也講 侯友宜是這個事件 烏龍事件最大受害者 我想一分鐘 就某點來說 這個事情發生了兩個月 侯友宜被打了一個多月 侯友宜剛才那個神大量 至少丟了6% 所以說賴清德要不要被譴責 王文宜要被譴責 不要把王文宜放掉 我覺得光把王文宜放掉 我覺得也不合理了 當時想要拿這個東西來 烏龍收割的人 這些人都要被譴責 對 就是說國民黨 當然可以運用這個機會 跟幼稚園老師講 去訴求 他不能只是去罵賴清德 他應該提出一些 趁這個時候也提出一些證件 對幼兒 對幼教 讓他們鼓舞 讓他們受到激勵的一些證件 續下再回來 會議員會不會被譴責 就在看到 開心嗎? こう說